不是说好家伙我现在拿到的Full Ride进来某一个学校 我就躺倒不干了 好我就保证我这四年一分钱不交 我就可以顺存当中毕业不是这样的 它一般GPU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平均必须是在B plus以上 好我们今天就是接着上一次的讲座 讲这个大学的申请大学的资助 讲学金的第二部分 那么上一次的话 我们讲了很多最基本的概念 怎么计算EFC 怎么样合理和合法的降低EFC 就是我们的Expetive Family Contribution 现在我们就接着这个topic 继续往下讲下去 好现在我在这里来介绍一种 其他的可以使用的教育基金 因为我们上次讲座当中 我们就讲到了 我们可以用529这种方式来存钱 比如说你现在存529 按照小孩的名义 就是你买一个529给孩子 那么哪怕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你开始买进去 那么529当中 你投资进去的每年的增长 这个值是不会上税的 一直到等到你小孩子上了大学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这笔钱 就可以用来支付大学费用 这里呢我们就介绍一个IRA 我不知道这地方在座的有没有人 知道有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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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Saving的 IRA本身呢它是一个 用于退休的 我们当时以前知道 我们有退休的最最基本的 是401K对吧 还有做政府的工的呢 有政府工政府给你的 不是401K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Retirement的那个Saving Account 我们401K当然是讲的 一年大概是最多能存到 1万8,1万9大概是这样子数字 那么IRA是什么呢 IRA就是说如果是你是Single Parent 你一年的税 纳税人的年收入低于11万4 或者是呢你是Joint的 你是两个父母Joint起来 你的Family Income 是低于18万1的人的 你每年可以将税后的5000 不知道税后还是税前 我这个不是太清楚了 可能是5500美金 存进你的IRA账户 OK 如果你年龄的大过50岁的话呢 你可以存到6500美金 这个账户进去了以后呢 就是在银行里面 开一个账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账户你可以买股票 买基金啊 买Money Market都可以 那么这账户是不算税的 等到你59岁半以后呢 你就可以从这个Account当中 往外的提取钱 那么用于就假设你那个时候 接近你的退休年龄了 你的收入变低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有点类似401K 它们类似是这样子 作用是这样子 那么你拿出来了以后呢 你可以要你作为当年的收入 来交这个税 那么现在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是在59岁半之前 把这个账户里面拿钱出来 用于你这个家庭 其他的夸销呢 你是要有罚金的 就像401K一样的 还是 我忘了是401K 不是401K 就是IRA 你是要有罚金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 让你用来 到你一定年龄以后 才能拿出来 但是你如果说 我这个时候还是要上学 我也没有够足够的钱 怎么办 我从这个IRA提前拿出来 可以 这部分钱的话呢 你可以用于你孩子的 college education 而且你不需要 配这个罚款 那么有一些的专家呢 会认为 Rose IRA当中呢 这个存钱比529更好 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 就是说在IRA这个账户当中 你投资的选项会更多 你可以买各种基金 那么有的基金的那个performance 就是他的投资的表现呢 要好过529当中 你投的一些投资项目 因为529我们上次去 上次讲的当中 有一个家长讲 他有买 而且他买得比较早 所以说看收益还不错 那么就我自己 以前买了529呢 就是说有的人就会 所以有的专家会跟我讲说 这个好像就是说 表现不是很好 有的甚至要赔钱 就是说你可以用 把同样的钱买在平常里 你的投资当中 但是由于IRA这个方面呢 但是他虽然他数目是不多了 一年五六千块钱 但是呢他就是因为 他比较自由 他的performance可能更好 那么同样这笔钱 既可以用于你的退休 也可以用于高等教育 所以他就相对来讲 比较自由 那么更好 有的人会认为 有的专家认为 是更优越的一方式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 申请自助的时间 FASFA FASFA能开放的时间呢 是目前来讲的话 是12年级的10月1号 也就是说 当你小孩进到12年级 10月1号那一天 就可以开放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填 那么这跟有什么关系呢 跟因为每一所大学 他都有申请资助的截止日期 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申请 就是什么时候申请 那么有些家长说 那我申请迟了怎么办 你是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也不是 但是呢你如果是在截止日期以后 再去申请的话 你不能够就是保证 能有足够学校有足够的方式 我们上次讲座讲到了 就是说大部分的学校 用于financial aid的这个钱 它是有一定预算的 它就这么多钱 发完就发完了 你看先到的人 有可能就能拿到多一点 尤其是你在合适的截止日期之前 交上去的申请 他及时审批你就能拿到 如果这之后呢 那你交上去的话 也许他会网开一面 还会考虑 也许他就是说对不起 你这个截止日期已经过了 我们的funding已经发出去了 你等下一年吧 所以呢你小孩子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一定要弄清楚 每一所学校 因为它有不同的申请方式 它有EA 有ED 有ED2 有Regular RD 那么在每一种 这种申请方式当中 它相对应的 financial aid的这个截止日期 都不一样 一般来讲 early的 它会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他们 就是说EA也好 ED也好 他们的录取的通知 是在Christmas前后 发送出来 也就是Christmas 但是那么你是11月1号 或者是11月15号 加上去申请 也就是学校也只有 这几个星期的时间 审核你的申请 再加上审核你的financial aid 那么他们非常紧张 所以他一般对这方面的要求很高 就是说要不就是 你的financial aid的申请 也必须在11月1号 或者是11月15号 最晚可能有的时候 会拖到12月15号之前 他说你必须要交给我 这样子我才能告诉你 我录取的同时 我大概给你多少financial aid 那时间比较紧张 那么regular的时候呢 ED2也是同样很紧张 ED2恐怕要到1月中 就让你截止了 你比如说你1月1号 交上去的ED2的申请材料 你大概是得1月15号之前 就必须把financial aid交上去 那么regular呢 通常要空 就是时间要宽松一点 regular一般是1月1号 交申请材料 他到了4月底才告诉你录取结果 所以他时间会稍微宽一点 有的时候说你2月15号以前 甚至3月15号以前 你交上去都可以 所以这一定要让孩子弄清楚 不是说我把application交完就算了 那么这个反正是学费 是爸爸妈妈付的 对吧 那么我什么时候想交 想起来就交 想不起来就不交 那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呢 因为大学拨款是非常 这个预算是 很受限制的 尤其是公立大学 一般来讲呢 提前申请的学生呢 比较容易得到资助 我只是说 尤其是公立大学 有些大学 他是采取rolling admission 什么叫rolling admission 就是说你从9月份开放以后 你可以任何时候 递交你的申请材料 他一般在4到8个星期之内 就给你一个结果 我录取还是不录取 我们叫rolling 他一直招到什么 招到他满为止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提前申请 你早一点申请 他就早一点 看你的申请材料 早一点录取你 也早一点给你发放 奖学金 他有一个做一个决定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 你有时候说 那我截止日期可能是 比如说公立学校 有的时候是2月15号 或者是3月份 那我可以等到最后一天再交吗 也许是你交上去了以后 也许你跟其他同学一样 你也有资格进这个学校 你也有资格获得financial aid 但是他那个时候 如果是用完了 名额用完就用完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 通常大学申请当中 越早准备 越早准备了越充分的 这些小孩子 他明显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 无论是录取还是获取资助 这两方面都会占有优势 还有呢 这个资助是每年都要申请的 不是说我今年申请了以后 我这连续4年就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每个家庭这个财务呢 还是每年都不一样 今年你有工作 不代表明年你有工作 今年你的收入 不代表明年你的收入就是这样 也许明年你会买一栋房 或者后年有什么事情 家里头有什么其他的开销 使得你的存款 你的收入变化 你家庭资产变化 都会影响到 你的每年获取的资助的不同 所以呢 资助是每年情况 都要申请的 还有另外呢 如果是merit-based scholarship 就是说我们讲了奖学金 就是资优奖学金 根据成绩来讲 那么有的 我们的媒体宣传都是讲 谁谁谁 获得价值20万或者30万的奖学金 四年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所谓的资优奖学金都是带有条件的 他会告诉你 我给你这个 因为你成绩不错 我给你一个 有的学校条件比较好 我给你full right 就是说你的tureation费完全不用交 但是它的condition就是说 你是renewable的 这四年是renewable的 scholarship 就可以重新申请 可以持续下去 条件是你GPA必须达到一定水平 不是说好家伙 我现在拿到的full right 进来某一个学校 我就躺倒不干了 好 我就guarantee 保证 我这四年一分钱不交 我就可以顺存到NB 也不是这样的 他一般GPA有个标准 比如说平均必须是在B plus以上 就是最最最最基本的嘛 B plus以上 他一定要求的 所以不是说小孩子放松 也许你小孩子进去第一年 成绩不够好 那你这个所谓的 marry-based scholarship 就不可能保持下去 好 我们现在讲 申请financial aid 到底跟被录取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会听到不同的讲法 有的家长会告诉你说 收入越低 你越容易拿到financial aid 你也越容易进入一个好大学 有的家长会更加的worry 就是感觉说 我收入这么低 我能不能上得起这些大学 所以呢 我现在这么讲 对极少数的大学 家庭收入是录取的 考量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两个孩子 他们的GPA 他们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他们的课外活动成就 都差不多 但是一个来自于 一个来自于这个贫困家庭 一个来自于中上产家庭 那么对少数大学来讲的话呢 他如果有一个名额 有两个这样的竞争人选呢 他可能会更有可能地去录取 那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孩子 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呢 他在家庭拥有的教育资源 远远少过对方的情况下 他的成就表现跟对方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更努力 一方面可以讲他是更努力 第二个他更有潜力 他进入大学以后 那么我给他相应的同样的资源 他会使用得更好 这是背后的录取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但是能做到这个的呢 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大学 通常是最顶尖的那一批 他有这样的实力去考虑 那么 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 你就要看了 有的学校提出来 我是need blind need blind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审核这个学生 是不是我要录取他的时候 我丝毫不用考虑这个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 哪怕是你一分钱都掏不起 我决定录取你 我就是录取你 而且我能够 就是说你再穷 我也不会因为你家庭经济的问题 把你拒之之外 能做到这个的 学校很少 那么你如果查那些学校的financial aid package 如果他能做到need blind 他一定说 因为这是他的录取 牺牲优质学生的一张王牌 所以他一定说 他如果不说 那就表示他是need aware 或者need sensitive 也就是说你家庭经济情况 是影响他 对你孩子录取的这么一个决定 他录取的时候会更倾向于 一个家庭能够支付 他是说我录取这个孩子 我必须要考虑他能不能付得起 如果他太付不起了 我可能也不敢招他 因为我也没有这个足够的财力 来帮助他来进入这个学校 所以大部分来讲的话 是need aware的这种学校 但极少部分是need blind 只要他是need blind 他一定说 他不会不说的 好 那么 ED呢 我们叫early decision early decision一般是 11月1号 11月15号申请 Christmas前后就得到通知 但是他是一个binding的 他是有个contract的 这个contract有四个方向来 四个方面来签订 大学 辅导员 家长 学生 这四个方都要签 这个签表示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旦录取一定来 那么我们可以讲 我们在以前的讲座当中 都反复讲到了 现在随着大学排名的压力 因为每个大学都有他排名 每年都有排名 排名当中有一个重要的factor 叫year rate 就是说我发出去那么多通知数 有多少人来报道 那么每一所大学都尽量的 提高他的year rate 你发出去了 你必须要来报道 那么他们更加的倾向 用early decision 甚至现在推出了early decision 它的时间是跟regulars 同一天 但是你录了必须来 那么很多大学都更倾向于 从这个application point招人 所以呢我们知道 在同等的情况下 尤其这个孩子 接近比较接近 这个学校的录取条件 差这么一点点 或者是在线上线下 可录可不录的情况下 如果你这个时候 是用early decision 来申请 你上大学 上这进入这个学校的可能性 大大提高 现在有些大学 你要可以去看 可以查到的 它究竟放多少的名额 放在early decision上的 很多学校 尤其是小型的LAC 甚至把大概是 50%的名额 放在early decision 那么剩下50% 放在regular当中 所以那么现在的录取情况 就是说你early decision 如果这个策略 你掌握好的话 你可以让孩子进入到 他梦想当中的学校 就是你差一点 或者是在那个 那个线上线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学校是你录取的 一定要去的 你必须要明确 你能够支付得起 这个financial 这个burden 当然有的家长在讨论 我一旦录取了 我可不可以不去 可以不去 唯一的可以让你 op out这个contract 可以把你让你 break这个contract 合同的 是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真的付不起 他给你的financial package 是你没办法支付的 通常情况下呢 是你们家的经济情况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你申请的时候 你父母还有工作 但是你拿offer的时候 父母有一方没有工作 或者家庭当中 成员当中有什么生病 有一个特别大的medical treatment 需要花很多的钱 而这种情况下 这个大学又不能够 因为你家里发生了 巨大的经济情况的变化 而给你改变反代学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back up 你就是说我不去这个学校 我可以去apply 其他的学校 但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说 因为有这么一个chance 你就说take这个chance 因为我们学校的counselor 是严格执行这个contract 他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你的小孩early decision 我们这个在12年级上学期的话 老师都会让每一个11年级的家长签一个表 上面明白地列出来了 你孩子early申请的学校 early decision是哪些学校 early action哪些学校 包括regular的时候那要签一份 那就是说这张单子当中 你家长是要签字的 签字了以后 你early decision结果出来以后 counselor会问这个孩子 你到底有没有被录取 一旦是录取了以后 学校就会把你的成绩单 就是12年级上学期的成绩单 只送给你 你已经early decision这间学校 你其他的学校 比如说你regular想要申请学校 第一counselor不会再写推荐信 不会再往那个学校送推荐信了 第二个成绩单也不会送过去 所以说没有这两项的话 你很难再申请regular的 因为学校要保证 一旦一个学校出现这样的case 就是说他early decision进去了 又backup了 这对整个高中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很大的很糟糕的一个影响 因为一旦大学认为 你这个学校有可能 break the rule 你承诺你要来 你不来 这对将来以后 整个学校的录取都会有 非常负面的影响 也许导致这个大学以后 若干年都不会从你这个学校录取 任何学生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特别 就是说我们家长 尤其是我们中国家长 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有些家庭经济情况是非常紧张的 一定要仔细算 要就是用它的net price calculator来计算 那么net price calculator 它可以通过你家庭的各种情况 你的年收入 你的家庭资产 它给你估算出来 你从我这里大概能拿到多少 financial aid 尽管现在的要求学费是六七万 包括就是学费啊 住宿费加加起来 那么它可以告诉你 你大概这个收入从我这里能拿到多少 那么你自己经过计算以后 的确实是你家庭当中能支付的 或者是你和孩子愿意承担去借student loan的 这是要双方都同意的 不是光家长说 我扎过麦体也送你去 我借多少student loan也去 但有的孩子不愿意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额外的压力 好 那么有家长在问 我early decision or early action 申请了这个学校 跟regular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拿到financial package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针对某一个学校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学校 它有同样的formular去计算 也就是说你early decision申请 比如说我的孩子early decision 进这个学校 我拿到financial package 跟我到最后regular申请这个学校 拿到financial package是一样的 并没有不存在 这early action 会比regular的时候 它你拿到的少 或者regular能拿到多 但是 但是有一个 大家要需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些学校当中 它为了招揽更优秀的学生 它每个学校 它给出的financial package 它可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这个孩子 同样所有的学校在说 我会meet 100% of demonstrate financial aid financial needs 我都会给你 但是你从每个学校拿出来 如果是你regular申请的时候 你拿到五个offer 你可能五个学校给你的讲学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的高有的低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这五所学校是差不多一个水平 那么他会说 我可以match up 你从其他学校拿出来的offer 比如说你从A学校 你拿到一万块钱 从B学校你拿到两万块钱 但是你很喜欢去A 你可以拿到B学校的这个financial aid 最后的这个 你要scan一个copy 交上去说 这个B学校给我了 两万块钱 但是我很想去A 你如果match这个两万块钱的 我就去你这个学校 可以的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你如果是regular申请的时候 你更有更多的bargain 就是讨价还价的 这么一个条件 你一旦early了 你没得选 没得选 因为你不可能手上有别的offer 你就不可能跟对方negotiate 他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说呢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既然在early decision上 在录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你可能在financial上 就会稍微的吃点亏 像一般来讲的话 像今年Cornell的话 他就说 他会match up什么学校的offer呢 他会match up所有的Ivy League 只要你既进了Cornell 也进了其他的Ivy League学校 如果别的Ivy League学校 给你offer了 如果better thanCornell给的 我match up 第二个他match up MIT好像是Stanford还是Duked 他有certain school都会有讲 但有的学校说 forget it 比如说 Kanegi Melon 他今年就宣布 爱来不来 你只要来了以后 我给你多少financial 这就是financial deal 你如果觉得别的学校好 你可以去别的学校 但是我不会match你的financial aid 他这个是会有一定的 他会就是match 有的学校决定 我用这个方式 有的学校说OK 那我就不管你 你想去别的学校 就可以去别的学校 所以家长再提前稍微了解一下 这种情况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些优势 好 在regular和early之间呢 他所谓的financial 能够拿到不同的呢 主要就是在于 你能不能用别的学校的offer 去barket 去获取match 其他的formular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那么我们有些家长就是说 那我现在就是说 为了考验 我如果真的很想进这个学校 我又很担心我的financial aid 情况影响到我孩子的录取 那我怎么办 如果你的家庭 的确能支付第一年的学费 你又担心你的家庭当中 这个financial aid 这个申请会影响到 你孩子的录取 你可以采取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你第一年不申请讲学financial aid 因为每年的financial aid 都要重新申请 所以你可以从第二年开始拿 这也是一种方式 如果家长 就是对这方面特别紧张的话 那么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不会 但有些学校呢 低低确确比较看重 家庭的financial aid 那么在申请材料当中 有的家长就是说 没有真正的need blind 因为申请当中 多多少少都能看出来 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 有哪些情况可以看出来呢 比如说 你的孩子上的是哪一所高中 有的上私立学校的啊 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富裕区域的这个高中啊 那是说明你家庭经济情况不会太差嘛 要不然你上不起那个学校 第二个呢 你的孩子从事什么样的课外活动 那么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弱一点的 那可能只能参加学校里头的 免费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program 对吧 那么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呢 他有这样的support 他可以去在校外参加一些收费的 比如说很昂贵的夏令营啊 这些都能看出来家庭 然后家庭的这个经济情况 还有家庭住址 家庭住址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美国的这个 你住在哪里 你的社区在哪里 你的房子价钱多少 一目了然 有的学校 我知道的有的学校是按照ZIP Code 申请文书上也能看透露出来 不同的生活经历嘛 有的家庭富裕的一些家庭 比如说小孩子可能夏天就跑到非洲 去帮穷人盖房子了对吧 你一看这个这种能做到这一点的 就不是一般人家家庭的 就不是一般家庭的能够出来 这样子培养出来的 课外活动有的孩子骑马啊 什么高尔夫啊 那这种都是烧钱的 什么滑冰啊 花样滑冰啊 这一看你就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 家里头你要没哪儿钱的话 肯定是做不到这些的 那么你要是没钱呢 那你都是在学校的参加 那个免费的了 像我们学校啊 辩论啊 什么科研 都是一分钱不掏的 那这明显嘛 就是这你能看出来 大家都不是傻子 所以说呢 这一般都能看出来 所以有的家庭 有的家长就是说 他尽管是跟我们讲 但有的时候不是 这世界上没有 百分之百的need blind 因为他 剩下材料当中 多少能 能知道你的孩子 出自哪一种家庭 好 那么大概多少钱 你值得去申请financial aid 上次我们那个 学校请了一个专家过来 他给了一个数字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说 如果是你家里头 是两个白领 父母都是白领做工 家庭收入在20万以上 你只供养一个大学生 你基本上拿到的 反正是A 就非常有限 就是非常有限 那么 如果你家里头有两个孩子 同时上大学呢 那你20万的时候 还是能拿到一点 financial aid 到了你年时收入 到了30万以上呢 你拿到的就非常有限 就可以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那么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我如果家庭收入情况不错 我就算是申请financial aid 我也拿不了几个钱 我该不该申请呢 大部分的辅导员 机构都会说 不申请你也得 就是能怎么样 你就尽量申请 那的的确确 20多万的呢 基本上就是 既浪费你的时间 也浪费AO的时间 就是这样子 你要填 你还有交钱 CSS一份 也要交几块钱的申请费吧 家里情况 如果没有financial aid 但你申请的时候 也特别特别小心一点 因为 如果你没有financial aid的这个条件 你申请一所学校 学校的话 又给你early decision这个option了 你又不去early decision它 你等于跟这个学校讲 你是我的备胎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上次我去 芝加哥大学的去年在我们YPlan 举办的一个information session 我就去了私下跟他们交流 像芝加哥大学这一类的学校 不光是芝加哥大学 还有其他的很多学校 但芝加哥大学是典型的代表 他非常看重 你是不是想真正的来 好吧 他就讲了 如果你不需要什么financial aid 但是呢 我给你early decision的option了 你不愿意 你还是选择early action和regular decision 就是说录取的可以不来的 你等于告诉我什么 你不是真正想来 你有其他更想去的学校 要记住大学现在越来越 没有哪一间大学愿意做你的备胎 尽管我们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councilers说 哪些三所的dream school 六所target school 就是大概能进的 再来三所safety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今年从2018的这个录取来讲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没有哪一间学校愿意做你的safety 做你的safety意味着 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不会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给他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第一 他发送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是你不可能来的 他意味着你拒绝了他的录取以后 他还要再从候选名单上去找 但是候选名单的那些人 你很可能已经被别的学校录取了 在这个时候你要再请别的 已经被录取的去学校的 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填补这个空额 对他来讲是多一份工作 第二个 这对他学校的名声和排名 是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今年这个录取情况就是什么 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做你的safety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家里头没有这个finance 是你的 但是你又不用early decision 基本上你去告诉学校 你不是我的top choice 而这种情况下他能不录取就不录取 比如说像芝加哥大学这一次 他像early action和regular decision 他的录取率只有2% 只有2% 那么他大部分录取的都是从early decision early decision one和early decision two 这两个方向来录取 那么采取这样的就是说 从去年我就已经注意到很多学校 都推出了early decision two 这个early decision two是最要命的 因为你可以说我不能 我来不及申请你的early decision one 是因为我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是11月1号嘛 很多孩子比如说他的standardized test 比如说中华考试没考好啊 或者是他的有一些 课外活动的奖项还没有出来啊 我没有完全准备好 我ess也没写好 所以我没有赶得上你early decision one的这个deadline 所以我选择了regular decision 但是现在很多学校推出early decision two early decision two同一天的截止日期 1月1号 只是跟你的regular唯一的区别 就是说你来了 你录取了必须要来 你没有任何理由告诉学校说 我那一天我材料还没准备好 你材料没准备好 你为什么 你选择了regular 意味着什么 你还是不是最想来我这个学校 所以我这边呢就是提醒大家 在申请的时候不能特别盲目 就是说我这些学校 我就可以regular啊 不一定 你想regular别人还不愿意 尤其是你financial aid有这个问题 因为像芝加哥大学它就表明了是说 如果你finance上的有问题 我可以尽量的就是说用financial aid 更多的financial aid的这种来 把你招进来 因为你想来我也想要你 我就把你招过来 比如说今年他就推出了新的政策 年收入12万5以下的家庭 可以免费上这个学校 一般的学校就是说 是年收入6万以下的 你可以不用付任何学费 一般我是说最顶尖的 像Harvard Yale 普林斯顿这种 这是大家达到的共识 那么看来今年这个芝加哥大学 就推出了这个 年收入12万5以下 你都不用 有的学校像斯坦佛 像那种的话 一般是你家庭收入是在 17万还是18万以下的 你大概只要付你年收入10% 就可以上这个学校 所以他这个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就是说有些学校为了 招募到更优秀的学生 他会在Financial Aid上 给一些很多的优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